會撿到刀嘛 我們今天有準備一段五棍阿伯 巨星幕後的心酸 他如何克勤克繭就地取材 來完成他這樣子令人嘖嘖稱奇的一場演出 他聲稱他演出的道具是從地上撿到的 我們讓請導播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發生一個很有趣的事件 就是我在地上看到一隻甩棍 這就是甩棍的由來 我想說這個甩棍不錯 我就順著我身上插了 為什麼 因為在我從現場出來 會不會再碰到排毒挑釁或者什麼 我不知道 會不會有衝突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慢慢慢慢走出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少月跟這位大姐 他們站在一塊這邊 少月好像就在主攔那個叫李柏章的 我是有一個距離的 好這個時候我就看到有一個大概身高有180公分吧 身體魁梧 他就圍過去就要開始打 要攻擊少月 觀眾你們我相信 你看到你的同伴 處到這種狀況的時候也不會猶豫的了 講好聽點 我就是義無反顧 我順手我就把甩棍抽出來了 去打 結果呢 他把我一揮開 我們兩個就看到你們看到的視頻上 就纏在一塊 當然在這過程裡面 當時很混亂 我也打到他什麼地方 我也不清楚 這就是大概的信息 外界有說在操船剪到甩棍 這個說法很奇怪 那你自己呢 我們好像在垃圾桶裡面都可以剪到槍枝 差不多意思 在垃圾桶裡面可以剪到槍枝 以前你沒聽過這個笑話嗎 在垃圾桶裡面可以剪到槍枝 這個影片完全體現了這位武棍阿伯 他的這個非常克勤克簡就地取材的精神 他說他在地上撿到甩棍很自然的 就把這位甩棍他覺得很棒插在自己身上 那最終他把甩棍拿出來打人 打到人家哪裡他也沒看到 路上能夠剪到甩棍 就像垃圾桶能夠剪到槍枝一樣 相信這都是兩岸一家親 中國好歌聲所帶來的中國式的奇蹟 那麼這一件事情 現在很多媒體關注的是 這個所謂的暴力衝突的流血事件